香港特區政府2月中提出修改逃犯條例 和刑事事宜互相法律協助條例 容許向未有簽訂移交逃犯協議的地區 以單次個案移交安排引渡疑犯 3月7日 全國政協常委唐一年 在北京接受傳媒採訪時表示 香港一定不能成為逃犯的避風港 對逃犯條例進行適當修改有必要 我們香港一定不可以成為逃犯的避風港 所以我們是有必要做適當的修改 令到一些逃犯能夠被遣返到原地受審 這次這個事件主要是一個很嚴重的罪行 謀罪 所以大家對遣返這個逃犯回到台灣受審 應該是沒有什麼意義的 早前香港經濟民生聯盟提出 逃犯條例的修改或將影響到香港的營商環境 對此唐一年表示 遣返方面香港已有機制 需經過法庭和特首批准方可執行 且在審議修訂過程中 他相信定人讓各方暢所欲言 完善法律讓大家安心 但我們這個機制裏面 本身是有一個機制的 也就是說 要經過我們法庭的批准 和特首的批准才可以遣返 當然我們大家也都會得理解到 如果你說有一些罪行 譬如稅務 會計 或者一些商業上的罪行 都要被遣返的時候 當然是會有一定的憂慮 我相信將來這個討論裡面 大家一定能夠暢所欲言 將這個逃犯條例修改到最令人安心 但同時又可以達到 香港不成為逃犯的避風港目標 針對此次逃犯條例的修改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李慧琼也表示支持 他認為當前存在的漏洞 已讓香港某種程度上成為罪犯天堂 因此有必要進行修改 希望大家理性對待 誤上升到犯政治懷疑題 簡單來說 由於沒有交換的安排 有一個很諷刺的情況 就是香港事實上已經成為 某個程度成為一個罪犯天堂 其實不止一個個案 我們看回資料 有香港人是遇害或者是受害 但是由於那個疑犯 離開了香港 逃到一些沒有和香港有簽移交協議的地方 而做不到這些安排 我想大家其實都同意這個做法是很不合理的 所以這次的修例主要是堵塞這個流動 我們認為 我希望反對派的朋友 反民主派的朋友 都是支持這個修訂的方向 也都不應該去將這些 其實大家都是希望打擊國際嚴重罪行的這個安排 就是變成是一個上升到一個是 反政治化的議題 對大家都不要 據了解 此次特區政府提出修改逃犯條例 源於2018年 異宗發生在台灣的謀殺案 一名香港女子在台灣被害 疑犯逃回香港後 一案件並非在香港司法管轄區發生 警方未能以謀殺罪 將罪犯生之以法 又因為香港與台灣未簽訂互相引渡逃犯協議 疑犯或何逃避法律制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